影后宁静向来敢说直言 早前她才公开暗讽 合作《浩兰传》的演员吴景言 没演技也能火 10月22日中午 宁静又在微博有感而发 个别人拍了个戏就轻狂的很 演艺圈本来就是起起伏伏 拍了戏才冒了个炮 就踩着炮往上爬 不怕摔吗 这才哪个哪呀 论剧不如言锡 论戏不如如意 论年龄倒是有意吧 没拍出时不能数出来的好戏 就有面目出来 才踩着前辈标榜自己 以后别说年轻人不懂规矩了 这种这么半老不老的 也能把年轻人带偏了 帖子一出便引起网友热议 纷纷猜测宁静是在说谁 对此 言锡攻略的总制片人余正 则在帖子下留言 表示一个不火的剧也没什么人提及 姐不必生气 人太想火了没办法 可是踩着别人有什么用 就是火不了 孝庄观众只认姐呀 余正文莫还不忘补刀称 况且要比也该跟胡静比 比不到您这儿 由于胡静在孝庄密室扮演苏默 因此另一名饰演苏默的33岁成员杜若西 成为最大的嫌疑者 之后当晚七点 余正又在微博发表三张截图 并留言指 事情缘由是这样的 有个公众号发了夸樱桃 便其他女演员的文章 宁静 解误会是樱桃公司的通稿 就发微博怼了人 我给她发微信 她没回 工作人员说是杜若曦 于是我回复安慰了一下 后来想想没调查清楚 不该武断就删了 没想到误会已经造成 还好杜若曦大度 我俩已经聊清楚了 樱桃这边也无辜躺枪 她已让工作人员联络公众号 并截图给我 一切都是误会 我想我说的够清楚了 吃瓜群众散了吧 图一是我和杜若曦的对话 图二是樱桃工作人员 联络公众号的截图 图三是宁静姐生气的那段文字 但是绕了这么一大个圈子 网友看得还真是头晕 纷纷称于正是真戏精 一个人就能演一部清宫戏 还顺带送两部剧的女主上热搜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